欢迎各位来到NPC频道 一位马来西亚女富商遭人杀害后 尸体更是被嫌犯放火焚烧 在丢进河里毁尸灭迹 这宗残忍的凶案 就是发生在2010年的 马来西亚女富商遇害焚尸案 案件的死者拿督苏西拉瓦蒂 出生于1963年 遇害的时候才47岁 年少时的苏西拉瓦蒂 因家境贫困 曾经当过割交工人 她的一生经历过三段婚姻 并育有六名子女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打聘 苏西拉瓦蒂在90年代 创办了大马美妆品牌 Nuvel Visages 旗下的美妆品 更是成功打入了新加坡 泰国 文莱等国家 世界各地的分店超过300家 苏西拉瓦蒂于2007年 获得了柔佛州苏丹颁发的 杰出女性奖和女性国家栋梁奖 她也因此而被册封为拿都 2010年8月30日 苏西拉瓦蒂和三名友人外出到雪州万金 会见一名律师 以商讨土地买卖的事宜 那三名友人 分别是44岁的司机卡玛鲁 38岁的银行职员诺西山 以及32岁的律师阿莫卡米 四人赴约之后就离奇失踪了 最后跟苏西拉瓦蒂通过电话的人是她的女儿 警方接获有关人士的报案后 马上展开调查 2010年9月6日 警方在吉隆坡市郊的一间酒店外 发现了苏西拉瓦蒂的车 同时也在距离酒店10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一世失踪律师的宝马轿车 但四人依然下落不明 四人的离奇失踪 引起了全马人民的关注 警方在开始调查案件的时候 把目标锁定在雪州万金 而曾经与苏西拉瓦蒂见面的那位律师 自然也成为了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经过警方努力不懈的调查 2010年9月10日至12日期间 警方总共逮捕了8名年龄介于19岁至45岁的嫌犯 这8个人包括了被警方视为主谋的印翼兄弟 41岁的律师拿都巴马纳班 以及他38岁的弟弟 另外6个人则是巴马纳班的农场员工 在警方的严厉盘问之下 嫌疑人的心理防线终于被攻破了 最终嫌犯向警方坦承了他们犯案的真相 案发当天 苏西拉瓦蒂原本跟巴马纳班相约好在他位于万金的律师事务所洽谈土地买卖的交易事宜 苏西拉瓦蒂曾经转账了200万令吉给巴马纳班来投标槟城的一块土地 其料巴马纳班居然因此而起了贪念 他计划杀死苏西拉瓦蒂然后撕吞那笔钱 他以投标失败为由 假意邀请苏西拉瓦蒂到他的律师事务所 可是后来他发现原来跟苏西拉瓦蒂同行的还有另外三个人 于是他马上致电给苏西拉瓦蒂并把会面地点改成他的农场 此时的苏西拉瓦蒂和其他三人正在一步步地踏入巴马纳班部下的陷阱 当四人来到农场的时候 巴马纳班早已安排好了他的农场员工来动手杀人 除了苏西拉瓦蒂另外三名友人也无辜地惨遭毒手 事后四人的尸体被带到距离农场25公里外一处偏僻的地方进行焚尸 之后骨灰就被洒入了河里 令警方吃惊的是巴马纳班向警方承认了在过去一年 他以同样的杀人和处理尸体的方法犯下了另外四宗杀人案 死在他手里的人至少有八个之多 警方根据嫌犯的口供到了案发现场收集苏西拉瓦地狱害案的证据 经过连日的搜证行动 警方终于搜获了相信是嫌犯用来犯案的刀和板球棍 同时警方在搜证的过程里也发现了超过300块的人类骨骸 因此警方也立刻着手调查这些骨骸的死者身份 并且重新开档调查近几年的未解失踪案件 随着警方的调查和搜证行动完成后 除了苏西拉瓦地和三名友人的谋杀案 警方也证实了另外四名受害者的身份 他们分别是一名来自印度的女商人 一名本地的印裔男子 以及两名乌易商人 据悉那名来自印度的女商人是巴马纳班的情妇 当初他带着巨资来到马来西亚想要投资饮食业 后来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巴马纳班 起料巴马纳班居然看上了他的钱而对他下了毒手 经过六年的审讯 所有嫌犯包括巴马纳班在内都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巴马纳班和三名被告被判处强制侥刑 另两名被告在毁尸灭迹的罪名下被判处七年的牢狱 还有一名嫌犯则因证据不足而获释 曾经有媒体透露到 巴马纳班曾经极力帮助外劳争取他们应有的福利 因此他在万金也颇付盛名 但是如今堂堂一位律师竟然多次为了钱而不惜杀人 计算后显示巴马纳班因欺诈和谋财害命的不法勾当 而拥有了两亿五千万令吉的资产 很显然的为了这笔财富 他已经把维护社会正义的职责都抛到脑后了 这期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